6月6日,千大爷电视剧《了不起的我们》正是杀青 杀青后第一时间,郭德纲经纪人王海就发文祝贺 祝贺的同时还不忘催促千大爷赶紧回来巡演 毕竟千大爷在之前的商演都是请假回来的 如今老郭和千大爷商演当期安排的满满的 不但有国内的,还有海外的专场,既有相声,也有话剧 属实令人期待,特别是返场环节 之前是调侃师傅,如今开始调侃千大爷了 买年了一分一千,因为他们的是活死又累了 看得出来,千大爷离开德云社一段时间 不仅仅是观众想念千大爷 演员们也非常地想念千大爷 一个永庆安安的大反场,直接变成了给千大爷道歉专场 看到老郭经纪人催促千大爷回来巡演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,王海是想看反场了吧 不知道后面的大反场,德云社演员们会怎样整活 单单6月份德云社就有两个专场 一个是6月18日北展专场 一个是6月24日上海静安体育中心 如今两场专场票已经全部售清 让我们一起期待精彩的演出吧